韩国天团Big Ben队长GD全智龙早前就被曝开始当老板 在度假天堂冀州岛开咖啡店 而咖啡店目前装修已经差不多 近日还以事业形势开门做生意 最新韩国方面就公开了几张咖啡店的外形与内饰照片 可见咖啡店楼高两层 外形以石头与玻璃为主 还作用无敌海景 看上去令人相当心旷神移 至于内部装修就完全迎合GD的风格 除了着重金属设计之外 还有一点点复古味 不过二楼天台还有部分未完成 举止咖啡店的土地价格值20亿韩元 相当于1000万人民币 加上咖啡店的豪华装修 看来GD应该花了不少钱 而虽然咖啡市下个月才正式开业 但挂着GD咖啡店这个名称 估计很快就会成为 几周岛十大旅游景点之一吧 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 韩国天团Big Ben队长GD全智龙 早前就被曝开始当老板 在度假天堂冀州岛开咖啡店 而咖啡店目前装修已经差不多 近日还以事业形式开门做生意 最新韩国方面就公开了几张 咖啡店的外形与内饰照片 可见咖啡店楼高亮层 外形以石头与玻璃为主 还坐拥无敌海景 看上去令人相当心旷神移 至于内部装修就完全迎合GD的风格 除了着重金属设计之外 还有一点点复古味 不过二楼天台还有部分未完成 举止咖啡店的土地价格值20亿韩元 相当于1000万人民币 加上咖啡店的豪华装修 看来GD应该花了不少钱 而虽然咖啡市下个月才正式开业 但挂着GD咖啡店这个名称 估计很快就会成为 几周岛十大旅游景点之一吧 优酷全娱乐综合报道 优酷全娱乐